读本好书 听到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潘 今天依然是极限人生系列 前两天我们和大家讲了 朱燕夫的故事 这是他的照片 那今天呢 我们继续要来读 朱燕夫根据自己的经历 所写的自传题小说 极限人生 朱燕夫呢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全连那除他以外 都壮烈牺牲了 但是因为身负重伤 他失去了双手 失去了双腿 失去了他的左眼 右眼只剩下了 0.3的微弱的实力 面对严重的伤残 他不甘心一辈子被人照顾 于是呢 重返他的家乡 靠着自己的努力 终于能够自理了 能自己吃饭 自己喝水 自己装卸甲汁 时光一世 朱燕夫转眼已经29岁了 村里的年轻人 在这个年龄 早就已经结婚生子了 可是对于重度残疾的他来说 他能获得爱情吗 他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吗 我们继续来读书 在书中呢 朱燕夫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 叫食吃 我们看书中怎么写的 食吃虽已29岁 但对异性的欲恋 却从来没有 也不可能达到一个 青年人的鼎盛热度 他的形体迫使他一改本性 怦然关闭了爱恋异性之门 将主要经历 放在了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上 他忘过的工作 有一天 因为眼睛忽然失明 而住进了医院 专门照顾他的护士李爱荣 对这位病人格外的好奇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李爱荣呢 也参加过抗美援朝 在战场上 他曾抢救过许多伤病员 可是有一个人呢 让他一直是念念不忘 他对食吃总有一种 似曾相识的感觉 一次攀谈之中 食吃说起自己是在 争夺250高地的时候受的伤 这引起了李爱荣的注意 书中是这样写的 看上去他显得十分激动 他颤抖地叹了一声 狠狠地咬了一下嘴唇 突然问道 你刚才说250高地 是什么地方 潮血 他脱口而出 你是在那里受伤的 他已从他的伤贸 和对话中断定 就是他 但由于伤群重 时间久 加上连有补皮 难免会有误差 那你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难道没有人救过你 不 他突然变得兴奋起来 也许啊 是俺命大不该死 正当俺奄奄一息的时候 有位小姑娘出现在面前 真是梦一般的 他拼尽全力 把我拖到他家中 一户朝鲜阿玛尼的家里 是他们娘俩 后来才知道 他们不是娘俩 给我煎汤熬药 喂水喂饭 才使我终于活着 回到了祖国 听到这里 李护士的泪水 已经蒙住了视线 他曾一度朝思暮想的 那个人 竟大出意外地 活在这世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朱燕夫 为什么是李护士 朝思暮想的人呢 原来呀 在多年前 这两人就曾经在 奔赴朝鲜战场的火车上 不期而遇过 那是两人的第一次相遇 书中是这样写的 在短暂的首灯光中 李爱荣看见自己 跟前的这个小伙子 宽阔的前额下 有一对大眼睛 方形的脸膛上 鼻子挺然而立 透出一股男子汉的阳刚之气 但在短暂的战时相遇中 作为一个女性 这一切只是在她的心中 留下了一个闪顺的记忆 两人的第二次相遇 则是在朝鲜 当护士的李爱荣 和一位朝鲜阿玛尼 他们发现了 已经身负重伤的食吃 所以 旧食吃的 不是朝鲜小姑娘 正是李爱荣 书中这样写道 重新凝视着 这位曾叫她 瑕疵挂牵过的军人 她的心灵深处 更倩印着 她那英俊的脸庞 纵然是面目全非 纵然是触目惊心 可她仍能辨认出 她商计遍布的眉宇 两塞肩残留下的 原来的影子 后来 食吃被辗转 送回国内救治 两人就失去了联络 而八年之后 这是两人第三次相遇 此时的李爱荣 大胆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想和她永远生活在一起 食吃却极度地矛盾 她不得不一再拒绝 一再逃避 可是李爱荣 却没有放弃 书中这样写道 十七岁那年 她情窦初开 便遇上了食吃 这个鹦鹉强悍的士兵 而当她被枪弹 夺走了全部的鹦鹉强悍 仅剩下一块伤残身躯石 她仍始至不已 当年的鹦鹉强悍 依然盘踞着 她赤唇的心平 并且又加上了 自强不息的新印象 她羡慕 崇敬 可怜她 并曾后怕地预料 万一她不幸离世 可能给她带来的巨大优胜 一个活生生的影子 在她的心中 跳跃了整个年龄 三分之一的年头 当命运之神 是他们重逢在祖国的土地上 她用自己的担心 去焊接断裂的情桥时 她动情地流下了热泪 全驱乐的心又舒展开来 她清楚地知道 同他结合将会有很多的艰难 风险与苦楚 不 我不怕 一不做贼 二不心虚 既然选定了目标 就要坚决地走到底 走到头 这就是书中所写的 食吃的爱情 那我们再看一下 现实生活中 朱燕福的爱情 来 看一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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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